字幕提供 現在我要介紹物件鎖點模式 還有選取的比較進階的功能 我們可以看到 在畫面裡面 有物件鎖點模式的這個功能 我們之前開過好幾次 那我在這個地方 來畫一個正方形 我們先用這個正方形的 這個指令我們來畫線 隨便選一個任意的位置 然後我們給它一個 長度是100 輸入100以後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100 逗點100的一個正方形 我們就輸入100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相對座標 跟原來我們隨便的點距離是100 100的另外一個對角線的點 的一個正方形 好這時候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物件鎖點模式 你如果只是鼠標移過去的時候 它並不會有鎖點的功能 常常同學在那邊找不到 但是如果你要有鎖點功能 你必須在繪製的指令裡面 例如繪製線 繪製圓 繪製弧 好那我選擇線了以後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是會鎖住端點 當然到了中心點 我們可以鎖住中心點 如果是畫一個圓 要畫線之後 在畫的時候 你只要接近這個圓周 圓周 你就會看到中心點被鎖點了 中心點被鎖點 或者你接近圓心 中心點也會鎖點 現在我要來介紹 物件鎖點追蹤的功能 剛才我們有看到物件鎖點模式 但是我們有時候 不是真的要鎖在這個點上面 我們就要用到物件鎖點追蹤 它的這個功能鍵 是在物件鎖點模式的左邊 有一個叫做 物件鎖點追蹤AutoSnap 你可以按F11去開啟 物件鎖點追蹤的功能 好那我們把它按下去 就是這時候是藍色的狀況 就代表已經被打開了 好那什麼是物件鎖點追蹤的功能呢 我這邊要來做一個示範 在鎖點的時候 我們沒有真的要鎖在這個點 那我現在畫一條線 它這條線要在這個 端點的旁邊一點點 假設我們要在旁邊端點 旁邊一點點 這時候我們不要按下左鍵 就是這邊有綠色的 這個亮顯的模式 代表我已經鎖住點了 但是我要在鎖住點的旁邊 好假設十個單位要畫一條直線的話 好那我現在就往右 好看我的滑鼠往右 你看延伸線多少小於0 有沒有28.5827小於0 好這時候就代表我的 我是在離我的鎖點 一個距離一個角度 我想就好像我們要畫線 那我們有一個距離一個角度 所以我們這邊導入10 好代表我跟他有一個10的距離 我按下左鍵的時候 按下左鍵的時候就是離我剛才的這個鎖點 是10單位的地方 好我點下去 可以嗎 這就是物件鎖點追蹤的功能 現在我要來介紹 怎麼樣把右邊這個圖 把它畫出來 好那我們剛才已經學到 這個鎖點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追蹤鎖點 十個單位打10 那我們就畫一個垂直線 好一樣在追蹤鎖點打10 所以可以畫出另外一個垂直線 最終鎖點打10 不小心弄錯了 打U 之前也講過U U undo 又畫出一條直線 那終點也可以直接用終點 原來這個單位是100 所以分成10等份 所以再走10 追蹤鎖點走10 很快的利用這個物件鎖點模式 跟追蹤鎖點就可以把這個圖畫出來了 到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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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了